立法院的院会是今天上午昨天中执行的,由院长易文雅主持。 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执政总执行了,到目前为止,登记执行的委员有88位。 在上两次院会中,已经提出执行的委员有38位。 今天提出执行的有郑水之、刘散舟、刘松凡、陆东齐、爱石、黄玉民、洪庆林等委员。 执行的内容以经济、农业跟交通为主。 爱石委员在执行中曾经指出,台湾电信管理局装机费最近涨价很不合理。 他的执行由交通部部长高义树博士,部长说。 电信管理局装机费我们想要有提高的,并不是电话的费率提高。 双机费里头的材料费啊,像塑胶管,或者是肉钢的事项。 我们有提高过,不过这个数据,虽然是有个数据来赚了,有个倍数相当大,不过算是18块钱,也有这种数项。 这个是忘不得已,这个电话现在是重不应急。 这个是重不应急。